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冷眼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 37,300美金的位置 比特币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是短线级别的一个反弹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还在一个位置会有一个强力的支撑 如果你有一个比特币的一个空调的话 在36,000附近就可以止盈 那么上个视频 冷眼在视频里面也是说过了 在36,000附近可以止盈 那么考虑在下方的话 可以去做一波的一个多头上来 那么上个视频也是说了 非常明白了 如果大家有操作的话 相信大家能够跟得上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的话 它是直将要去触碰这个38,100美金这个阻力 如果能够顺利去突破的话 那么继续去扎仓去做多 如果不能进行一个突破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进行多头的一个止盈就可以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操作一个难度 目前比特币 那么现在的话 它还在一个下行的轨道当中 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压制这里 一直是维持在这个压力附近 一直是没有出现一个向下进行非常深的一个回踩 但是它也没有进行向上进行这个突破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那么第六次的话没有突破 那么第七次能否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突破这个压力 形成一波的一个上涨呢 那么四小级别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是穿刺啊 又形成一个零轴进行向上一个穿刺啊 又再次在这个零轴上方啊 零轴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金叉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这一波啊 它是有机会能够去反抽啊 去测试这个三万八这个压力啊 这是一个水平啊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它这个位置下上不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上方的位置进行一个做空啊 如果它没有去真实啊 是吧 如果它是走了这样去反弹啊 去测试上方的一个阻力之后啊 三万八 然后出现一个回 哎 它出现一个回踩是吧 出现一个回踩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回踩 要再继续向上的话 那么可以去完美的进行一个多头啊 再继续加上去做多是吧 如果它在这个位置 哎 它回踩了 是吧 在这个位置回踩 它没有出现一个继续反弹 那么 那很可能它就继续进去再次回踩下方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说我们要去 非常去关注当时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情况 你看现在的话 它在上涨的话 这一波上涨 它是不是缩量进行上涨啊 是吧 但是它在一个下行的轨道当中 所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系数的 在这个位置是吧 多头的话 一定要去设置一个宝本 进行一个止盈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 在这上方的位置测试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啊 要看当时的一个量能 这个级别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情况啊 是吧 那么突破到这个位置肯定是站上这个21均线了 那符合我们5码推车里面的一个的 战法里面的一个条件是吧 在这个位置它穿住了 那也是一个条件啊 两个条件形成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它继续放量的话 那么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是吧 虽然在一个下行轨道当中 但是还可以进行一个座多啊 如果突破这个位置是吧 那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目前的话就等待它继续去测试 这个38,000一个水平 这一大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情况啊 以太坊啊 以太坊啊 三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它总体的还要继续向上去突破啊 那么回踩之后 你看它我是画出来对 无论它怎么走 但是最终它还是要去测试 这个22,900这个水平啊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出现一个0轴上方的一个死差 在这个位置啊 是要注意一定的一个风险 视角级别毕竟是吧 在下方的位置的话 这个位置啊 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现在的话 还是要去观察它是否能够去突破啊 那不耐中轨的位置是要有级别啊 2720美金的位置啊 是否能够突破 突破之后啊 它可能要去再继续碰一下这个 28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说说这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这个水平啊 那么现在的话啊 操作没有太大的一个难度 我们持续去关注这个啊 以太坊是跟随比特币进行联动 反正它都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说说我们就顺势而为去 在这方继续去捏就我们这个 2600而去捏就我们的一个以太坊一个多头就可以了 这是没有操作的一个难度啊 没有操作的一个难度 但是上到上方的位置啊 面临这个阻力上方的话 又有一个选择了是吧 在这上方的位置啊 我们就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进行操作啊 如果突破啊 我们继续去做多啊 继续去持有多头啊 那么第一次来啊 那肯定要去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做空的啊 看当时的一个量党的一个情况啊 是非常关键的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一些啊 有趣的一个币种啊 那么最近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币啊 进行的一个轮番进行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以太经典啊 以太经典这一波它是走了一波的感情啊 ETC它是走了一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的感情 那么之前的话它是一直是走了一波反弹的这段时间啊 那么从这个从这个21美金啊 持续进行一个反弹 那目前的话一定是在这个啊 经常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啊 目前的话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30美金附近啊 是有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阻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四小级别的话 它这个位置前在这个位置穿零轴啊 是一路的进行一个向上的 而且它并没有去试图去进行降低 说说上方的话 关注上方一个29美金的一个水平啊 突破啊继续去去持有这个多头就可以了啊 那么上方更强的这一带的水平是在这个啊 比较强劲的水平是在一个32啊 31啊 在这一段是非常强劲的 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啊支撑啊这个水平 那么上方的这次位置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阻力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徘徊一下啊 徘徊是吧 徘徊一下啊是吧 在这位置徘徊进行一个测试 不断去测试这个水平啊是吧 测试然后再 然后会让有一天去测试的这个32这个水平 那么它现在是走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啊 那大家就去关注它这个这个水平 首先啊去上方的一个支撑是在一个25啊 那么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狗币啊 DOG是吧 狗币一些情况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狗币的话最近这一段时间 它是被喊了一波多头以后啊 那么它是持续的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了啊 回调了 它是回踩的深度是非常深啊 那么 这个位置它是回踩的一波 四条级别的话 但是呢目前的话 它已经走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走出了之前的一个下跌一个趋势啊 它是维持在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里面啊 但是它并没有去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行情啊 这个车太重了啊 之前我们说过了这个车太重就不胖了啊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它依然是要走一个震荡的一个失落在这些位置啊 而且的话 它是在这个 零轴这个位置进行联合的 所以说它 还要震荡一段时间啊 它还要走一个震荡的一个段时间 它才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越波一些情况啊 越波 那么越波的话和狗币非常相像啊 它是也是走了一波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行情之后啊 一路的是在这个位置进行震荡啊 那么目前的话并没有去走出很大的一个行情啊 还是保持一个震荡的一个失落 你看它之前 一路的是走了一个回调之后啊 它就并没有去做了很大的一个 并没有去做很大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失落啊 并没有 那目前的话啊 它还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通道当中 并没有去打破 那么上方的话 要打破的话 它一定要去突破这个上方的这个啊 0.65的一个水平 它要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才能够啊 继续有一个大的啊行情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啊 如果有啊 下方继续接就可以了 如果继续接的话就继续去接一点就可以了 那太大的问题啊 那么啊 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 主要是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去订阅能源的一个频道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